同学们好,我们本章学习《死魂灵》,我们这一节课首先了解一下该小说的作者,果格里。 果格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讽刺作家果格里。 果格里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伟大的讽刺作家。 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传统,在戏剧、小说等多种文学体材中,忠实地反映生活,暴露生活中一切腐朽丑恶和不合理的现象,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杰作。 果格里的孝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黑暗笼罩的俄国,冲破反动臣们的政治气氛,如历剑直射沙皇专制农奴制的要害,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 果格里的作品大大促进了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解放运动的发展,对俄国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809年3月19日,果格里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小地主之家,父亲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也是一位业余剧作者。 果格里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宗法治道德传统观念十分浓厚,果格里从他那里接受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果格里从小受到乌克兰风俗习惯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的熏陶,这些对于作家以后的成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1821年,果格里进入念人中学学习,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果格里立志要为祖国服务,造福人民。 1828年,果格里满怀朦胧朦胧但远大的抱负来到彼得堡。 然而现实无情地粉碎了青年果格里的幻想。 他尝试过写作,但处女作遭到失败,然后远走德国,两个月后回到彼得堡。 他希望成为演员,但遭拒绝,因为他的嗓音过于单薄。 他希望踏上亨通的仕途,却被安排去抄写那些普通乏味的文书。 1829年,他在彼得堡找到了一个公务员职位。 这一段经历使果格里对专制制度下小公务员命运的心酸深有体会。 也为这位未来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果格里到彼得堡后,努力搜集、回忆和整理家乡的民间传说和生活习俗方面的种种资料。 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乌克兰的故事。 1831到1832年,果格里出版了两卷本的《迪康卡静香夜话》。 这部作品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主义笔法,和幽默明快的格调吸引了广大读者。 使果格里一举成名,飞升文坛。 1831年,果格里任彼得堡大学通史教研室副教授。 一年后,果格里放弃教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5年,果格里陆续出版了两部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 这两部著作表明,果格里从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 并且进一步显示了作者惊人的幽默、诙谐和讽刺的才能。 他在这些忠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中,揭露并鞭汰了一些极其平常, 却又十分荒谬的生活现象,使人发笑又引人深思, 甚至让人感到可悲。 果格里自三十年代开始从事喜剧创作。 1835年,在普希金的支持下, 他迅速完成了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1836年,钦差大臣先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上演, 获得极大成功。 该剧讲述某小城官员们, 得到钦差大臣将威福私房本城的消息。 他们在惊慌之余, 竟把住在该城小旅馆里的一个彼得堡花花公子, 赫列斯塔科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 实际上后者是由于赌博输得一文不明, 而不得不困守在这里。 双方鬼是神差地碰到了一起, 各怀鬼胎。 以市长为首的全城官员这一方, 为了掩饰自身贪赃枉法的罪行, 对大臣竭尽全力, 阿谀奉承, 贿赂收买, 演出了一幕幕丑态百出的滑稽戏。 而赫列斯塔科夫这一方, 则将错就错, 捞宝喝足, 又逢场作戏, 和市长的妻子调情, 最后竟在许诺要娶市长的女儿为妻后离开小城, 扬长而去。 正当市长得意忘形, 庆贺自己有了成龙快婿, 又做着步步高升的美梦时, 骗局被揭穿, 全剧在通报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 官员们顿时惊恐万壮, 呆若目击的牙场中, 落下帷幕。 1836年, 国格里决定出国, 并安心创作1835年就已经动笔, 自己称之为史诗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1841年, 国格里在国外完成了长篇小说《死魂灵》的第一部。 这部作品前后写了七年, 几经修改, 是国格里在国外十分艰难的条件下, 欧心力选创作的成果。 10月份, 国格里带着完稿回国准备出版, 可是受到莫斯科书刊检查机关的多方刁难。 最后在别林斯基的帮助下, 《死魂灵》的第一部, 才于1842年5月, 在彼得堡正式出版。 《死魂灵》是国格里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 主人公七七科夫从几位地主手里购买死农奴, 所谓死农奴, 就是已经死了, 但户口还没来得及注销的农奴。 七七科夫想用他们做抵押贷款, 用这笔根本不存在的财产, 他可以积累一份不小的产业。 但在省长的晚会上, 一个喜怒无常的地主说漏了嘴, 将七七科夫的秘密勾当爆了光, 结果骗子只好溜之大吉, 《死魂灵》第一步到此结束, 国格里对笔下的人物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从仆人到马车夫, 从农民到地主, 都是他嘲弄的对象。 国格里展示了俄罗斯生活可怕的地狱一面, 他在小说中形象地揭露了 专制农奴制俄国的种种重大弊端, 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寄生和腐朽, 由此, 这部作品成为四十年代俄国反农奴制斗争的战斗武器, 他的问世和喜剧钦差大臣一样, 立刻轰动了社会各阶层, 赫尔曾说, 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罗斯。 1842年, 国格里再度离开祖国, 自1842年到1848年六年间, 他为了治病往来于意大利、法国、德国之间, 这时期他不仅健康状况不良, 思想上也出现危机。 国格里思想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 四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兴起, 社会动荡不定, 封建农奴制经济在瓦解中。 国格里为此深感不安, 企图为社会寻找出路, 但他此时在国外远离民主阵营, 又受到属于保守阵营的一些友人的包围, 有时所受的宗教道德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上的混乱和精神上的病态, 导致国格里在创作上的失败。 此时国格里构思作品第二部时, 就突兀地出现了天堂般的境界, 不仅与第一部的描写难以连接, 也给第三部的创作制造了障碍。 1845年下, 对待自己作品一贯十分苛刻的国格里, 毫不留情地烧毁了 已经写成的《死魂灵》第二部中的几章。 1848年春, 国格里去耶路撒冷朝圣, 回俄国后定居莫斯科, 继续写作《死魂灵》。 国格里最后几年的生活很凄惨, 精神上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 使他日益衰竭, 物质生活的贫困更增添了他的痛苦。 1852年2月24日, 他又一次烧毁了 已写成的《死魂灵》第二部中的几张手稿。 后来在遗物中发现五张残稿。 他随后解释说, 这是一个误会, 是魔鬼对他开的一次玩笑。 从此他拒绝进食, 九天后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我们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